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线三峡有一间复古风味的餐厅 店里面古早味原汁原味 而摆设也是古色古香 老板却是一位七年级的年轻人 他最喜欢的就是阿嬷时代的秋楼菜 而店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 外酥内嫩的炸排骨猪猪有 21公分那么大 今天我们到三峡老街 带您来场怀旧风华的美食饗宴 走 耳边响起复古老歌 怀旧装潢映入眼帘 老旧气院红砖两柱 大黄顶海报随处可见 骑乘狂野旧式机车 后时晚工盛装菜饭 呈现台湾560年代的独特风貌 让人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这边用餐很有复杂的感觉 很有晒的甜蛋的味道 然后复朴的玩 然后吃起来很有气氛 然后可以听到一些环游的音乐 然后来这边就吃吧 就有一样的气氛在 古早味的餐厅摆设 全来自青年级老板 十多年来收集的心血结晶 就可能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在小时候回乡下的时候 才有办法感受到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已经住在都市 所以当然是很像我以前那种 纯朴的生活 他说刚好就想说 把它跟吃的方面做结合 三年前为了让怀旧收藏 让更多人分享 老板决定开设古早味餐厅 结合当地三峡黑猪肉 因此店内以排骨饭为主打餐点 满满的排队人潮 为了就是这碗回味无穷的阿嬷排骨饭 外缩嫩嫩的排骨 足足有21公分大 每天热卖五六百碗 店家特选带骨里基 在经过拍打步骤 会醒猪肉的鲜嫩 肉是三峡的黑猪肉 是带骨的里基肉 我们四五点就买肉回来 我们的肉是不过夜的 现做的 今天卖完就没有了 排骨咸香入味的关键在于腌料的搭配 将等比例的调味料 和提升香气的黑胡椒粒 增加滑顺口感的地瓜粉 以及特制秘方混合均匀 倒入新鲜粉嫩的猪肉 轻轻按压 为猪孩提供顶级SPA服务 有炸生 伴随浓郁的排骨香 引用每一个味蕾神经 三分钟后 炸排骨出乳咯 炸三分钟才会外面酥脆 里面的还会保留它的肉质 如果时间炸不够的话 外面就不会这么熟 然后里面的话 可能手度比较不够 炸好排骨快速切上几刀 浓郁香气弥漫整个厨房 鲜嫩多汁的猪排 盖满整个碗工 几乎看不到底下的菜色 拿起猪排 清淡健康的炒小白菜 开胃爽口的辣炒豆干 丰富菜色 满满幸福滋味 他们的排骨 可能有经过腌测 腌测以后 就感觉上吃得非常的入味 然后就真的有一个 很古早味的妈妈的感觉 非常的好吃 我已经来了很多次 然后就是第一次来吃 就觉得非常好吃 因为这里的排骨 就是吃起来跟 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因为这边排骨比较入味 炮着淡淡蒜香的控肉 入口即化的滋味 是店内的招牌菜色之一 提升控肉口感的辛香料 在锅中炒得滋滋作响 加入二砂糖 增色皮香 二砂把它炒成焦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可以增加它的鲜度 然后跟表面的光泽 最后倒入素蚝油 增加层次口感 慢火煤煮后 控肉软嫩适中 几乎吃不到肥肉油腻的口感 Q弹软嫩香气扑鼻 让人顺植回味 听朋友说 这间的很好吃 结果 一遍吃到真的不错 口味开始 很Q 不太油 口感很好 一遍就吃了 排的话 假路的话排得比较久 大概半个小时 好吃的地方是 因为我住这边 因为我吃很久 到这边还吃不腻 复早味的菜色 还有这道鸡腿饭 酥脆鲜嫩的鸡腿 咬上一口 香气布满整个味蕾 搭配清爽简腻的菜色 让人忍不住 越吃越顺口 他们这鸡腿饭 很好吃 炸得很脆 然后肉质很嫩 吃起来很有复早味 然后今天特别 带老婆小孩一起过来 享用这美食 饭后甜点 面茶粉圆 绝对不能错过 炒到鲜黄色泽的面茶 好似黄澄澄的金沙 搭配Q弹华顺的粉圆冰 吃上一口 树气全销 泛黄的灯光 古葡的装潢 连餐具都充满 古早味的淘气 碗里装的是 熟悉的菜色 不同年龄层的顾客 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各自 那个年代的回忆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